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电金阿博 在游戏中 要说什么样的玩家最让人厌恶 相信不少同学都会不约而同的将矛头指向外挂载 外挂作为游戏官方严厉禁止的作弊软体 一旦有玩家使用就会极大的影响游戏平衡 严重的话还会损害其他玩家的游戏体验 造成大批玩家集体退游的惨剧 不少制作优良的游戏 就是因为外挂而走向了没落 而随着游戏官方对外挂打击力度的增加 不少外挂仔被当场击毙 可就当无数被外挂疯狂折磨的普通玩家们奔走相告时 外挂团队却一点也不慌 因为他们还有另一个高端市场 那就是游戏实况主 近几年因为游戏开挂而销声匿迹的实况主不在少数 其中最出名的自然是斗鱼一哥卢本伟 二十二杀的绝地枪王成为了他最后的实况记忆 可这个反面案例依旧没能阻挡开挂主播的步伐 前不久就有一个2000万订阅的斗鱼大主播 同样陷入了开挂风波 没错又是斗鱼 不过这件事最离谱的是 把他送上热搜的 并不是捶他开挂的人 而是他的粉丝 究竟是十年老粉一招被刺 还是另有隐情 本期影片阿伯就带你一探究竟 每当说起实况圈内的不死鸟 相信不少同学都会第一个 特哥就想到那个拉风的男人 亚洲慈父统神 无论是统义之争 还是小亮五万风波 特哥 这个年轻人 真的 我觉得好像 不是那么尊重 我这个大前辈 这样其实对你不公平 特哥你好公道 可是虽然你很公道 可能回去还是要帮我训训小亮 对不对 没问题 统神总会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逻辑 获得最后的胜利 这种让人瞠目结舌的气云之力 让他被无数网友冠名为 电竞不死鸟传奇 不过要说到大陆实况圈内的不死鸟 那毫无疑问的 就是在斗鱼直播平台 拥有2000万订阅的实况主 吴胡大司马 相信不少关注大陆实况圈的同学 一定听说过这个名字 他凭借幽默风趣的实况风格 和别具一格的造梗能力 收获了不少粉丝的喜爱 什么正方形打野 基地爆炸 问题不大 鬼刀一开看不见 呦 鬼刀一开看不见 走位 走位 手里干 哈哈哈哈 难受 这些网络民梗 就是出自于他的口中 作为2014年投身电竞的老一辈游戏实况主 他从事实况事业前的经历也十分精彩 有人说他曾担任过一支半职业战队的教练 率领战队击败过S3如日中天的黑暗势力 OMG 也有人说 他担任的所谓战队教练也只是叫的好听而已 难听点就是帮职业选手点外卖的 毕竟当时的LPL还属于电竞洪荒时代 比赛BP战术大多都是由队员临时决定 教练的作用也就是点点外卖 关下门之类的 而大司马离开战队的原因也很有意思 根据退役电竞选手爆料 是因为大司马经常带女友来战队训练室 严重影响了队员训练 这种行为自然很快引发了选手的不满 所以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CC战队打野 龙神爵就和大司马来了一场真人solo 直接把大司马给打退役了 不过这两种说法 显然都没有获得相关人员的佐证 大家也就当听个乐就行了 早期的大司马主打的是低端局的教学 大多是白银黄金段位 一本正经的教学 再配合上他幽默风趣的实况风格 一度让他受到了不少粉丝的追捧 可随着英雄联盟这款游戏的持续流行 此时的观众 早已不是当初初入峡谷的萌新 有的打上了黄金段位 有的则是踏上了大师王者之境 可大司马的段位却越打越低 从之前的黄金白银到现在的黑铁青铜 没段位的对局更是不在少数 可尽管如此 在他的实况中 依旧能够看到被对手无情打崩的一幕 这也使得不少网友纷纷调侃 主播不是去低端局炸鱼 而是被人当鱼炸了 可就是这样一个日常打低端局的实况主 又是如何和开挂联系上的呢 就在前不久 一个名叫潘漫漫的B站博主 在网上发布了一个名叫天降指针的影片 其中之一大司马的打野九筒 存在开脚本的情况 他为什么要交这个闪 你告诉我 他为什么要交这个闪 因为他要过来撇Q把他打死 闪现EQ连招 九筒都是这么连招的 正中的方向撇EQ 没玩过九筒吗 他就认为他在这看到了吗 然后他的指针是怎么样的 告诉我 其实这个影片刚刚发布的时候 并没有引发多少人围观 毕竟这只是一个网友的质疑而已 并没有确切的证据 一少部分人互相怼怼可就过去了 可谁也没有想到 真正引爆这个事件的 居然是大司马和他的粉丝 2022年1月4日 一批自欲为中立路人的网友 纷纷加入战场 瞬间将此事引爆 他们的言论更是让人大呼离谱 有帮实况主自爆的 就算是开挂怎么了 大陆开挂又不犯法 你们有本事让官方封禁大司马 有酸言酸语的 你们一定是生活不如意 才会在网络上黑马老师 有着时间还不如去街上捡捡垃圾呢 还有甚至直接搞起了阴谋论 你们一定是收了黑钱 请水军来黑马老师 这一系列让人大呼离谱的言论 不仅没有让舆论平息 反而愈演愈烈 随后大司马的直播回应 更是将此事推上了顶峰 应该叫脚本 就是他可以 比如说帮你走位 帮你这个 他每个技能弹道 他都能给你显示出来 这种脚本 那个我根本都不用 我看了 而且我还用了一两次 太捞了 那个太捞了 因为团战是很激烈 他随时要你 你要人了来去操作的 那个东西太死板了 就聚捞 你懂吗 听到这里 你是不是很熟悉 这不就是卢本伟朋友的挂吗 好嘛 不愧都是斗鱼实况主 连文艾都一模一样 随着大司马实况上演自爆 彻底将这件事推向了顶峰 有关于他的一切 也随之浮出水面 2018年就有贴吧网友爆料 大司马实况中所使用的账号 在随后的转刻中 故意连输49局 战绩更是多为恐怖的0-10几 妄图利用这种方式来将断位控制在青铜 以此配合大司马完成实况教学 这个帖子已经发布 就迅速引发了无数网友的热议 实况中上分 下波后疯狂掉分 这种极其恶劣的送分行为 自然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强烈愤慨 可就当他们准备将此事上报给拳头官方时 这个账号就被悄悄注销了 随后在各大网站上 就莫名的涌现出一批中立路人 兄弟们 抛开这个事件来谈 马老师可是所有实况主中最有素质的 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呢 所以嘛 恶意掉分的一定是他背后的工作室 都怪这万恶的工作室偷偷掉分 想要搞马老师 你可别抛开这个事件了 统神的逻辑都要比你强 尽管不少网友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在这批中立路人的洗地下 这个轰轰烈烈开始的恶意调分事件 居然就这样结束了 不过这也为大司马的人设崩塌 埋下了伏笔 2021年11月25日 大司马工作室发布了这样一个影片 题目叫少一点力气 多一些理解 从这个影片来看 大司马在游戏中遇到一名中单剑胜玩家 他玩的则是打野螳螂 剑胜在对线被永恩完成单杀 正好这个时候 大司马过来击杀敌方永恩 顺势吃了中单一波冰 剑胜心态瞬间爆炸 当场直言15分钟投降 随后更是紧随大司马 趁螳螂打野时抢对方野怪 面对剑胜这种举动 大司马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向剑胜道歉 希望他好好打 这么看起来 大司马排外遇到戳宰剑胜 不仅没有责骂 反而安慰对方好好打 可谓是把高素质给展现得淋漓尽致 是吧 阿伯只想说 少年你还是年轻了 随后就有一名B站的UP主 分享了这局游戏的全录像 并不是大司马影片中 所展现的被永恩单杀 而是遭遇对方打野吸奶而死 随后大司马刚来收到残血永恩 一波即将进塔的兵线 大司马吃掉没问题 当然最好的选择是把他卡住 毕竟剑胜就在路上 不过由于是低端局 大司马自私一点也可以 可第二波兵线 此时的剑胜已经复活 已经走到了中路二塔附近 大司马完全可以放掉 让剑胜来吃 可他依旧选择了独持 随后的峡谷先锋 更是把贪婪诠释得淋漓尽致 按理来说 第一个峡谷先锋的最大的任务 就是撞塔皮拿荆棘 现在才十分钟 距离塔皮消失还有四分钟 你完全可以等兵线进他 和剑胜一起打掉那个塔皮 然后再放峡谷先锋 赚取更多的荆棘 可大司马为了单吃峡谷荆棘 兵线还没有推 就直接释放 以剑胜的角度来看 自己被抓死 不仅丢了两波兵线 就连塔皮都没有吃上 等对方永恩上线 估计神话桩都做出来了 尤其是由于峡谷先锋还在 下波兵线会被永恩牢牢的卡在塔下 而结果就是 10级 顿弓加工速鞋的永恩 打8级锯齿短刃和战锤的剑胜 再加上慢推的兵线 这剑胜还玩个屁呀 而且影片所塑造的 被永恩打爆的戳载剑胜 事实真的如此吗 环顾整局游戏 剑胜三分钟兑线单杀永恩 可由于兵线没有推过去 被刚来的永恩完成了反杀 而第二波 永恩和剑胜兑线完成互换 第三波剑胜被对方蜘蛛吸奶 第四波剑胜进对方野区被埋伏死了 而第五波剑胜则完成了复仇 在野区直接单杀了蜘蛛 十分钟前中单击杀对方打野 这对于我方打野带来多大的好处 就不用多说了吧 而大司马之所以能够拿下峡谷先锋 也正是源于这一波的单杀 可在大司马工作室发布的影片中 为了凸显大司马高素质游戏实况主的形象 剑胜却惨遭恶意剪辑 被塑造成了被频频单杀 然后打野怪的死戳仔 随着这个影片的公布 剑胜还遭到了来自大司马粉丝的无情网爆 只要放在你身上 你会如何 在实况产业飞速发展的今天 实况圈早已失去了当初的欢乐 越来越像饭圈话靠落 这才涌现出一批不带脑子的粉丝 为了维护自己喜欢的实况主 在网上肆意散播NT言论 可他们殊不知 这样反而会让那些实况主 一步步掉入深渊 最后 阿伯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实况中保持理智 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